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句 John played a very beautiful tune at the party last night 好,我们看看这个句的意思 他说呢,昨天晚上呢 约翰呢,在那个party呢 演奏了一曲非常优美的曲调 Played a very beautiful tune 那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强调的部分有哪些呢 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强调 昨天呢,弹钢琴的 弹出一个优美曲调的人呢 不是彼得,不是Andy,是约翰 我们可以强调约翰,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呢,昨天呢 约翰呢,在那个party里面呢 他表演的不是跳舞,也不是唱歌 而是演奏一个非常优美的曲调 可以吗,当然可以 我们也可以说呢 他演奏优美的曲调呢 不是在演讲,不是在那个升旗 不是在那个什么 那个所谓的那个pop里面 而是在party里头 他呢,演奏的时间呢 不是上个礼拜,不是去年 而是在昨天晚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四个 这四个我们要强调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造出四个不一样的 强调的用法的句子 好,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看看 来,我们把这个 因为这个句子过去式 所以我们搭配了动词 要改成was It was John that played a very beautiful tune at the party last night 好,昨天晚上呢 在那个party里头呢 演奏的非常优美的 优美曲调的呢 不是彼得 不是Andy 而是约翰 所以我们这边强调的呢 是约翰 好,那这句子我还可以怎么讲呢 我还可以说呢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tune that John played at the party last night 好,我可以说呢 强调的就是说 昨天呢 约翰呢 演奏的是什么东西呢 a very beautiful tune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旋律 那个曲子 约翰昨天弹的是这个 他不是弹写奏曲 他不是弹什么 什么其他的那个 那个爵士什么 他是弹奏了一首very beautiful tune OK 好,那么我们可以强调不一样的 It was at the party that John played a very beautiful tune last night 昨天晚上呢 约翰演奏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at the party 好,就是这个地方副词片语 接细词 当地方副词片语 我们可以把强调的部分放在b动词 跟that的后面 它的中间 最后我们还可以强调 It was last night that John played a very beautiful tune at the party 好,是我们把强调的 昨天晚上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呢 他在那个宴会上 它是在昨天晚上的宴会 不是在去年 不是在上个礼拜 而是在昨天晚上 他演奏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曲调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强调用法 你只要记得把强调用法呢 的这些 你要强调的部分 放在b动词跟that之间 那么就可以形成这样子的强调的用法 小好 小收缆 真的是oor